大家好,我是馬鈴薯,蝦葉玲 今天是我們家的大喜之日 小小,一,二 好,一,二 開心 這次我有邀請我們的小編來參加這次的婚禮 小編,你覺得台灣的婚禮跟馬鈴薯的婚禮差別在哪裡? 其實很多儀式都是省略的 真的喔? 真的不太一樣 來,準新郎 等一下你要去迎接你的新娘子,心情如何? 緊張 很緊張嗎?你確定?你不是昨天晚上才看嗎? 有儀式就不一樣的 所以有睡好嗎? 有,有睡好 一共有準備幾台要過去的? 總共五台 兄弟車對不對? 會帶著一幫兄弟要過去那邊 謝謝啊,要你禮貌啊 來,要悶他 扶他下來 來 他一個代表 不是 這個 這個 問什麼問題先 你問了我們來個答的嗎? 我先來,來來來 我先 請你們在30秒內讀出家圖顏色啊 讀出化法紅包 顏色啊,不是字啊 紅色 藍色 這個是黑色 青色 15秒了喔 這個是粉紅色 紫色 1 2 3 1 1 2 3 1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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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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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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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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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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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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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吃起來香氣是有的 但是它是比較乾柴 我覺得偏硬一點 但是它這個烤的香氣就還滿夠的 這個感覺很像是我們台灣的鳳梨蝦球 有一點像是耶 台灣也是有鳳梨蝦球 上面它淋上那個沙拉醬對不對 對 可是我們鳳梨蝦球 除了淋沙拉醬 上面會放那個小顆的巧克力 五顏六色那一種的 可能比較台式一點的 對 但是這道很像在熱炒店會出現的 對 這個比較像台式的熱炒店的料理 其實你看我們馬來西亞也有刈包耶 這個其實在很多喜宴一定會出現的刈包 我們的婚宴好像也不會有這道 我們是褲肉搭配芋頭吃的 叫芋頭褲肉刈包 好 因為這次弟弟結婚 其實我除了有包禮金之外呢 我還有準備一個特別禮盒 想要送給我的弟弟跟弟媳 因為我想說這幾天他們忙婚禮也是滿累的 所以我就準備了一個禮盒 可以幫他們補一補身體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 方知生計日月養生低基金組合 不瞞大家說我弟弟呢 他其實在新加坡工作嘛 然後呢他其實是一個IT工程師 你知道他常常要熬夜 其實就跟我一樣 雖然我就想到一個很適合的他的禮盒 就是這個 黃金險金 那黃金險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使用台灣國寶級的黃金險 而且呢在養殖的過程中呢 是堅持不用農藥啊 殺蟲劑等等的 另外這個組合啊 是低基金跟低魚精的組合 你看 還有低基金還有低魚精 而且另外他會附一個非常精緻的瓷器 你看這個 這個拿來送禮真的是還滿有面子的耶 那低魚精呢 大家會比較少聽過 他這個低魚精呢 其實嚴選海水養殖的虱目魚 再添加深海魚軟骨素 所以呢有雙魚萃取 是可以給你加倍好體力哦 低基金的成分呢 是挑選90天以上 含蛋白質油脂更少的青壯黏紅魚土雞 一般大家對於低基金的印象 都會認為哦 他的那個鈉含量很高 可是不用擔心 他這個是低鈉的 而且他是0膽固醇0脂肪 所以呢你可以安心使用 那我現在先幫大家加熱 因為這個低基金 他其實非常方便 就是只要隔水加熱3到5分鐘後 就可以直接喝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下吧 好現在給我弟弟手上這杯是黃金險金 你平常有在喝基金的習慣嗎 偶爾會 偶爾會好 你先聞聞看味道 然後等一下你喝一口 因為你感受不一樣 我們看看 因為我弟弟是整天會熬夜 所以他很適合喝這個 覺得就是不會苦 也不會很重 等一下老婆的也有幫你準備 給你們備好運有沒有 今天晚上要忙事情了嗎 忙照人 你平常有在喝低基金的嗎 有 有在喝 那你覺得這個有沒有腥味 沒有 你覺得像什麼口味 雞油 雞油 像雞湯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姐夫好像平常之前也是 有喝過 但有聽說你很少在喝 你怕腥味對嗎 所以你看這個完全沒有什麼腥味 再來這杯是要給我姊姊 這個是低餘精 那我會選低餘精給我姊姊 是因為他之前有手術過 你覺得有沒有魚腥味 沒有啊 就是很清甜 很清甜這樣子 哇 他是清甜味的 馬來剛剛已經有喝了 你覺得好喝嗎 沒有啊 你看他的味道 好像那個雞肉的味道 有雞肉的味道 所以有推薦這個 可以啊 不超好 就是說你們之前喝的雞精 還沒有比他更好喝 你覺得這個是目前你喝過最好喝的 就我認為啦 是你台灣的比較好 雞精是齊損了 真的喝了好像有乾 等一下 有時候我們沒有要演戲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好喝很順 因為畢竟他這個是沒有添加中藥的 我覺得有一些補品 他的中藥味太重 有些人不喜歡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順口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的婚禮 我覺得好像跟台灣的大同小異 因為畢竟華人嘛 華人的習俗也是差不多一樣的 雖然有些流程是在這邊看不到的 應該是說每一家每一戶不一樣 因為我們家其實很多流程已經省略掉 畢竟我們其實也不是用得很隆重的那種啦 如果有參加過大馬婚禮跟台灣婚禮的朋友 也可以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啦 最後沒有想到我今天送給大家那個低基金啊 我家人竟然這麼喜歡耶 不管是低基金還是低育金 其實對家人健康是很好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低基金 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上他們的官網去看看啦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你按讚跟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